張俊麟抱陳憶涵養兒隨性 要逐月櫻自己喝奶 張俊麟好姐妹陳憶涵 今年二月迎來兒子小處 新陳滿檔的乾媽大忙 也要重去見一面 飛下來第一件事就是見她 我剛兒子的拜託 我就一去我就一直抱著她 我就比她小心 抱孩子嘛 然後她給我的時候 她就是直接給 我說妳脖子褲子 小嶺兒的脖子其實很脆弱 她說不會 我們家小豬脖子最硬 我說蛤 沒有媽媽這樣說小孩 然後那個她腳如果露出來 把她放到檯子裡 她就說她很熱啦 不要管她 因為她的體溫都很高 我說那不會感冒嗎 她說不會啦 然後我去看小豬的時候 她媽媽就說 來妳看奶奶自己拿 小豬自己拿 我就說妳好逼人喔 歐摩想必小豬長大後 一定會非常獨立的 她一個月的時候 她就帶她去溜公園 然後我說不行 孩子不能出去 會就是有一些那種環境 怕可能免疫力比較不好 她說就是拉撒起拉撒大 我就說妳怎麼這樣 要看姊姊都太厲害了小豬 妳自己是會怕生小豬 還是會會生小豬 不會怕 但是一樣我覺得 要先要把孩子的爸找到 有了 孩子的爸就OK 對呀 去年均勵也因為沒對象 動了動暖的念頭 因為我去年是真的去做 然後醫生說很健康 他說如果要的話 妳就是身心先就不要動 妳只說妳傻 就是因為妳現在這種環 妳趕緊動起來 想一想 今天應該 還是可以去一下吧 畢竟有緣人不知道 從來掉下來